我現在在利奧坊 這裡就是大角咀 你會看到大角咀是一個重建區域 周遭都是舊樓 建立後就變成新樓 就像利奧坊一樣 這條街道比較舊 而且是比舊樓圍著 刀方劍影 車行 工程 兩班精英一族 舊社區有一個好處 就是吃東西買東西方便 前面那條街道是有名的食街 來個奧運站五分鐘相當近 前面就是奧運站的樹仔塵 每一個利奧坊下面 都有特色的商場食指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看特色單位 我覺得挺正的 這裡最主要是行機軟 而借錢給那些買家 相對來說就方便他們資金周轉 市場上說那些西餅客 為什麼叫西餅客 人們喜歡買一、兩、一 那類人為什麼可以買到這麼多數量 除了他們有一定的財力 其實發展商的槓桿方式 或者借錢的方式 都很有影響力 尼好方有很多奇數 這裡就其中一個奇數欺岸 等一會看那個叫海岸 兩間平台 一磅和兩磅的平台 因為現在不拍的話 下個禮拜應該看不到它 三米步 三米步 而且行機又願意借錢 那邊就走廊 辛苦你 謝謝 這個就一火連同平台 因為有一個長型的廳 樓底三米不高 Oh my god 很粗俱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這裡的重點就是 它有一個室外的空間 相對來說就很棒了 這些樹是假的 然後後面就有一些舊樓 你以為它重建後 這邊就沒有曬陽光 又有一個水池 燒烤其實可以放在這裡 如果再掃上 樓高也很高的 而它的壞處也很明顯 低層和旁邊是舊樓 有機會重建 重建後 這裡又不見天人 那... 又辣又不辣 所以看看 這個樓底 建個角樓也可以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廚房 L型的 桌面夠多的 然後MIRROR的煮食爐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 然後其他都是一些貴的 這隻洗手符我就麻煩地 然後它這個微波爐太高了 其實這樣拿東西其實挺恐怖的 不過總體來說 很漂亮的 但是房間呢 不錯的 夠寬的 浴室就很大 還有窗的 這個就轉進去 有個燙門 那燙完之後就有一間房間 不錯的 然後最特色呢 它這裡還有一個 儲物間的位置 那正常裡面就可以放一些衣櫃 裡面居然有個窗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冷氣 這裡又有一個冷氣 兩部冷氣究竟搞什麼 這間價錢多少錢呢 一磅 670萬 有一個一百多尺的平台 不錯的 這間是兩房間 進來一條走廊 沒有了80萬 哇 一個長型的廳 樓底 哇 向天那麼高 一個拖門的樓台 拖了它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這裡有一條樓 見到天 這裡有一條樓 見到天 這平台是好過一房 最起碼 就算前面 沒有了天入 都仍然有條路仔 有條納粒 在城市之中 尋求納粒的容量 這裡 數過來 廚房 L拍的 那都是那樣 啊 這個廚房又升級了 水潤頭 裝了上來 好 好 藏在裡面 我不喜歡 不過這個微波路 依然這麼高 沒辦法 這個欺負 應該要你做一個 雜身的鞋櫃 其他就整個東西 上面可以 隔了它 然後放一些行李箱 在上面 這個睡房 標準尺寸 兩米二乘兩米 然後看到自己的花園 放門 好 然後這個浴室 有窗 整個空間很奇怪 而且很實用 我自己挺喜歡 不過 要找發展商收拾這些 小問題 再轉來 就煮人火 好 到一個很大的閣窗 看自己的花園 而且這裡額外有一個露台 到我吵架的時候 需要冷靜 可以走出來 洗臉 冷靜一下 或者是 看看下面 看看美女 哇 好羨慕的對家 很大的花園 切這個平台 又可以看自己的泳池 其實相當好 最起碼你這邊的景觀 其實有一定的保證 不會扭對扭 不得太厲害 還有這裡 冷卻中的陽光 太陽在這裡 升起 哇 這間幾次 920萬 680萬的一房 920萬的兩房 給你選 選誰 留言告訴我 原來還有一間 沒有房間的開放式 連著我面的平台 一個長型的廳 然後灑出去 這個平台 跟家屋差不多大了 還有他剛好 隔壁做了一些美麗的東西 這個平台 有什麼燒烤 養下小狗 或者掛個藍牌 在這裡射一下 都沒問題 室外空間 有時候真的會 令你生活多些情趣 這個也是接碟門 進來 聽又是房 房又是聽 OK的 都是一個傳統的L型廚房 這裡不用說了 OK的 桌面就一樓 是水龍頭 身為不喜歡 浴室就小了 簽口 一句說話 但是儲物量不小 這裡開不開 這裡開不開 這裡就浪費了 你看水龍頭 一 兩個巴掌 夠了 洗澡的地方 每次見到這麼小的浪浴家 都提醒我 千萬不要中年八福 這間的價錢是 475萬 你們覺得 有沒有買歸 今天的時間就這樣 我是劉易時光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